疫情趨緩 民眾帶著家中毛小孩出外運動超開心 狗狗生友會去年因為疫情暫停 市場府今年在七個行政區擴大舉辦 產發處和關銷處合作 10月1日將開放民眾和狗寶貝一起登上基隆宇 基隆宇登到的活動 市主可以帶著你的狗狗去登基隆宇 去申請基隆宇 那原本是限制失誤之犬 那我們從今天開始 我們繼續接受報名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我們這邊有跟關銷處這邊來協調 特別在開放20個名的 給有興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帶著你家的愛犬 所以我們今年是擴大舉辦 在七區都有舉辦各區的狗狗生友會 民眾反應非常的熱烈 10月1日在必殺魚港是我們的大會師 所以非常高興的來邀請 我們的這個家人 包括我們家裡面的毛小孩 一起10月1日到必殺魚港來交流 那當然也有相關的一個很多的一個活動 可以讓大家來一個參與 然後另外還有精美的獎品 那今年還有一個特別不一樣 剛剛廚長有講我們還開放要登島登基隆宇 帶著自己親愛的這個狗狗 然後一起登島 然後現在也開放增加名額 本來是15然後再加20嘛 那總共就是35個名額 那希望大家能夠把握機會 然後這個踴躍參與 打造友善的寵物城市市政府這幾年來投入相當大的資源和心力 大家關心的首座寵物公園 金融市長林歐昌透露還在選址當中 預計明年下半年前啟用 所以我們在這幾年 有關於我們的這些毛小孩 包括寵物的一個福利 市政府投入很多的一個資源跟心力 包括現在我們的寵物銀行 這個也在這個整件當中即將要完工 那是這個超越雙北一個五星級的一個寵物銀行 那非常的一個設施非常的一個完善 我相信也可以提供給我們金融市 這個相關動物的保護 以及福利的一個提供 那另外是我們在這幾年也舉辦了很多 這個例如今天講的這個狗狗生有會的一個活動 那今年是擴大在各區舉辦 那大家反應非常的好 所以我想我們未來也會持續的辦理下去 那雖然市長的任期到今年年底 不過我們會堅持到最後一天 希望能夠打造金融成為一個 這個寵物友善的一個城市 那寵物公園的部分呢 現在也正在進行最後的一個評估階段 即將要答案即將要公布 就是我們第一座的寵物公園 那相關的一個工程的經費 明年的工程經費也已經編列在 112年的預算裡面 有500萬的一個工程經費 所以今年的選址完成之後 明年我們就會立即進行工程 我們相信在明年的下半年之前 應該可以讓寵物公園 能夠正式啟用 來服務所有的 我們金融市的這些寵物們 10月1號 必殺魚港大集合活動 現場規劃了狗狗行為訓練講座 快樂藝術團表演 寵物文創即在地美食 動保水安排 專業的受醫師 提供免費狂犬病注射疫苗 歡迎民眾帶著毛小孩一起同樂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